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俊 今天我們繼續受著東北高峰的影響 天色方面都不錯 日間的時候陽光沖沛 至於溫度方面 今早早大部分地區的最低氣溫都在23、24度 日間的時候由於有陽光的關係 所以各區的最高氣溫都上回到29度左右 下午天氣也是挺乾燥的 很多地方的相對濕度都是60%或者以下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見到 香港附近的雲量都是偏小的 我們預計未來幾天天氣仍然是普遍晴朗的 至於在電腦的相對濕度預測圖也都見到 香港附近亦都會是一些黃黃橙橙的顏色 代表著未來幾天我們仍然會受著 乾燥東北高峰的影響 天色亦都會是普遍晴朗的 預測今晚和明天的天氣將會是天晴 明早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是23度 新界會再低2、3度 日間的時候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預計會是大約29度 風方面就會是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預計好天的情況亦都會在之後的幾天持續 天晴乾燥再加上風勢比較弱的時候 日夜溫差亦都會是比較大的 尤其是一些內陸的地方大家要留意了 今晚的天氣就看到這裏 再見